歡迎來到新台灣的星光大道 所以藍綠兩邊在五都的佈局 我們現在看起來 在台北市如果照沈醫師的分析 蘇貞昌只會選這裡的話 那就是郝龍斌對上蘇貞昌了 在新北市朱立倫 那迷囊因為可用之人不缺 所以現在還沒喬出來到底是誰 那在台中的部分 國民黨應該是胡志強 這個民進黨應該是林佳龍 因為也沒有人要去台中 那大台南的部分呢 如果國民黨是今天所浮出台面的 吳清姬的話 民進黨會是誰 現在民調最高的是賴清德 但是也有可能是許天才 那另外一個還有其他的蘇貫智 一起排第三 那最後蔡英文會清點誰不知道 在大高雄呢 楊秋新跟陳菊現在的民調 有相當大的落差 所以陳菊出現的可能機率很高 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據說是要推出賴豐偉 如果五都的陣仗是這樣子排出來的 所謂的3比2算贏 這個3 藍的機會比較高 還是綠的機會比較高 大老 這個啊 如果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當然藍的機會稍微高一點 藍的機會稍微高一點 對 因為關鍵 我一直在講 大家都把五都講得太複雜了 關鍵在新北市 新北市的關鍵在蘇貞昌 你已經把蘇貞昌搬到台北市了 對 所以我才講 所以關鍵也變到台北市 所以我才講藍的機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就是即便蘇貞昌到了台北市 也不一定會贏就對了 比較藍 大家都公認的 那以目前這個布局來看 火光老師哪一邊贏面大 其實這種局面誰都看得出來 應該也不需要 但是我剛剛為什麼講說其實 民進黨黨中央會頭痛 原因就在這邊 民進黨中央一定在黨的立場 希望蘇貞昌往下掉 希望到這一個 對對對 這樣他們才有三勝的機會嘛 可是蘇貞昌一定不願意嘛 所以接下來一定 我剛剛為什麼講 一定要講大我小我嘛 不然就沒辦法講 把大我跟小我的帽子 丟給蘇貞昌 他是把台大的倫理課搬到這裡來啦 什麼大我小我 你上個金普通的黨 我金普通講話都對啊 我沒講大我小我 對 到底是大我還是小我 這是蘇貞昌現在的抉擇 那如果說選擇小我的話 那民進黨就是3比2的2 如果蘇貞昌選擇大我的話 民進黨很有可能是3比2的3 是這樣子嗎 那也不一定 如果就算蘇貞昌選擇大我到新北市 他就100%贏助力輪嗎 也不一定 不一定 我覺得真的是伯仲之間 但是大我小我 這個其實是 每一個人 他能勇我小我 都先把小我抓住 他認為小我好的話 大我也會好 通常都是 都是小我沒有辦法 才說為了含淚為了大我 這個正學邏輯上有問題 這一點我不同意 不是 正學性不同意 這是我胡適講的 你知道嗎 人性是這樣 就跟股票一樣嘛 買股票 套牢了就被投資了 那先人人為我 那沒有套牢之前都來投機 賺差價賺賺賺賺 賺到最後 差價賺不到了 只好長期投資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那不過我們 今天我們交倫理了怎麼講 這一點我不同意原因是 有時候確實是 小我要成功 才能有大我 可是有些時候 大我跟小我 確實是衝突的 譬如說 如果你們家的附近 要蓋垃圾場 你一定不要 但是說明蓋人家 蓋垃圾場 對整個社會來講 是最大的利益 這絕對有可能衝突 所以小我跟大我 是有可能衝突 不是沒有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局面 確實是會衝突 就是小我跟大我已經衝突了 蘇貞昌如何抉擇的問題 這個名單 如果照你 你的這個目前看出來 只有可能的名單的話 觀眾朋友看有沒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啊令人驚艷啊 沒有啊 那麼好猜哪一邊贏 就表示沒有耳目一新 不是不是我不是 欸主持人對不起 我沒有在看蘇贏了 蘇贏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在看蘇贏 因為我們角度不一樣 我沒有在管 國民黨五比零 或民黨五比零 幹什麼什麼事 我說人選啊 無論是哪一邊當選 觀眾朋友有沒有覺得 這真的人知道 對我們高雄 或說台南都會 真的好 有沒有 看不出來 很恐怖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 甚至胡志強可能幹17年 那 好龍斌跟陳菊 可能幹到13年 一個市 這麼大的一個市 讓他幹13年或17年 可不可怕 好龍斌跟陳菊沒有啦 他們是本來就直下 他們本來就是直下 他們可以再連任啊 不行了 對不起 那胡志強可能可以再做連任啊 對 只有胡志強 這樣可怕不可 我是覺得很可怕 那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新的氣象 是沒有啊 所以我最希望是 最後出現的這個候選人 是背面的這幾個 沒有啦 我補一句話啦 其實政治人物真的不需要說 一定要耳目一新啦 如果做得好他自己 連累也沒有關係 美國的參議員都是從頭幹到尾的 所以耳目一新其實倒不重要 重要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到了檯面上的 所有的政治算計都在算計 我覺得這一點才是可怕 這一點才是我們悲哀的地方 好先進廣告 是